大家好,我是全台灣最重視基本面老師 何吉鼎,GD老師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是再創40年來的新高 恐慌情緒的蔓延 導致道瓊指數是下跌了526點 台股全能逆勢抗跌,只有小跌27點 本周台股已經上漲了636點 指數不斷的向上墊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指數上漲 手上的股票還是很難做 很多股票都是漲一天休息好幾天 漲一天休息好幾天 但是呢,我們的蓋牌股XXX 確定每天漲不停啊 本周已經上漲了25%了 究竟XXX是哪一檔股票呢 另外,本周經濟日報的選股比賽冠軍又是我 已經二連霸州冠軍寶座了 這個星期,我到底選了哪些股票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喔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一樣,按照慣例在開始之前,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給大家盤潛盤中資訊 來盤潛資訊 我每天啊都寫了很多就是分析的文章給大家 真的是算是在市場上最認真的老師了吧 應該沒有老師在找盤的文章寫的比我還多 早上來的話,如果你不想看他漲字 沒有關係,其實我也幫大家栽入一個重點在最後一句 那如果說你要看的話,其實我分得很清楚 第一段是國際股市,第二段就是大盤的解析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大盤解析 因為大家最關心的還是台股的狀況嘛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大盤的解析的話 我早上就跟大家講 台股的多投格局沒有改變啊 震盪啊,反而是不錯的投資機會 那今天呢,整個栽種一下今天 為什麼漲點?今天啊,因為升息的預期影響啊 美國的股票開始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修正 但是呢,台灣的上市貴公司股票啊 他上市貴公司啊,營收其實還是表現不錯的 台股的基本面價啊 所以台股啊,多投格局不變 所以今天,台股是不是逆勢的抗跌 另外呢,我早上也跟大家講一些就是熱門內股的部分 早上跟大家講熱門內股 早上大家有看到 就是所謂的那個 騰訊還有凱霞公告他們的Netfresh的原料被汙染了 被汙染之後呢,會影響到全球產能的3.8% 既然供給減少了,需求應該說報價 當然就是有望持續向上漲啊 其實啊,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 記憶體的報價啊,是從去年的12月開始 就其實就是止跌回漲了喔 所以呢,最近來看啊 大家可以看到記憶體最近的類股啊 其實都表現不錯 從華邦店,南亞科,一路漲到今天的有沒有 比如說像群聯啊,還有那個模組廠的什麼 群聯,威鋼,石泉 其實今天都還有所不錯的表現 早上我也跟大家預告了 群聯今天又可能會突破500塊的一個整數關卡 今天有沒有突破,雖然說突破拉回來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群聯呢 早盤的時候還是有突破500塊的一個整數關卡 好不好,這是週限圖的部分 其實本週啊,如果你不要追高 我早上跟大家講過了 群聯是一個適合中長期投資的股票 其實它不適合追高啊 你硬去追高真的也很不容易賺錢 但是呢,忍耐的住的性質的話 其實長期看起來它還是會賺錢的 另外呢,早上也跟大家講 MCU廠啊,有利多公佈了 比如說像盛群的部分啊 大家已經怎樣 打入了美系大廠 所以呢,營收獲利都有可能會持續的向上 但是呢,我跟大家講 早上我跟大家講說 今天收盤價啊 因為它過去來講 前一陣子啊 股票是比較偏低檔的 那現行表現是比較弱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你要看它的重點在於 有沒有辦法收復季線 如果沒有辦法收復季線 其實後續啊 還是堪憂的 所以我只跟大家講說 後續的走勢會持續震盪 今天的觀察重點在哪裡 有沒有收復季線 今天好像在季線附近震盪嘛 6202我們可以看到 6202有沒有 正當正當 根本漲不起來 利多也漲不起來 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 日月光的法縮會的部分 喔 昨天仿作會 漂亮 但是股價還沒有漲 所以有的時候要看基本面啊 你還要搭配技術面去看 雖然說我常常在一開始都跟大家講說 我是最注重基本面的老師 但是呢 我只是想強調什麼 就是說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會看基本面 基本面跟技術面要互相搭配 你的股票的準確度 才能大幅的提升 但很多老師啊 其實都沒有看基本面 所以基本面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 你一定要搭配去看 它的準確度 才會有效的提升 所以你看一下 日月光的部分啊 去年公佈了 就是法縮會的部分公佈去年的EPS 是14.84塊 是再創新高喔 但是呢 我就跟大家講 早盤 我就跟大家講喔 近期的買盤 一月不高 短線上來講啊 在105塊附近震盪的機率比較高啊 如果你要買的話 只適合長期佈局 所以有沒有跟大家講要進場追價 沒有 長期進場佈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日月光的部分 今天日月光是不是一樣是在103塊 收盤收在103塊 有沒有看到 103塊 是不是跟我跟大家預期的 在105塊附近震盪 是不是完全一樣 是不是就在105塊震盪 所以我早上給大家的一些盤前資訊 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我早上啊 除了給這個盤前資訊之外 我還有給他畫圖 如果你不想看字 沒關係 我還有畫圖啊 有沒有 道瓊指數啊 季線震盪 那爆大量也沒有跌破前波的一個 K棒的一個支撐線 所以後續震盪的機率比較高 不要太擔心的意思啊 所以台子期貨指數啊 我也跟大家講 低點不破 短線上人有機會會再創新高 所以我給大家的盤前資訊 真的非常重要 還沒加入我相關媒體頻道的朋友們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 想起掃描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 跟Telegram的群組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你可以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另外Telegram的部分呢 直接打GD1788就可以了 沒有小老鼠 小老鼠有一個詐騙的 那不是我本人 另外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老師你LINE跟Telegram 分享的東西是不是都一樣啊 那我幹嘛多加啊 不好意思 我LINE的盤後會有另外不一樣的東西 我跟其他老師是不一樣的 我們就是不一樣 而且加這個LINE是完全免費的 你可以完全免費得到我各項不同的資訊 另外呢我們的一個臉書頻道 還有YouTube的頻道 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下面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直接加入我的臉書頻道 還有YouTube的頻道 好再來看一下我們的比賽選股 其實我比賽選股選的股票 真的很多很強勢的啊 你與其你從上市貴公司股票裡頭 1500 1200 1800 那麼多家股票你去挑 你不如直接看我的比賽選股吧 你看看我們的比賽選股的部分 我們上一次的比賽選股 有一檔股票叫做什麼 上一上次嘛 1月23號我們選一檔股票 就樂視 漲到今天還在漲啊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那時候選的時候 他就不斷的向上嘛 第一天就漲停嘛 漲停之後就再創新高 創新高創完之後呢 就持續的一路向上墊高 到2月7號他又再一次漲停 我們在選股比賽的時候 他已經兩次漲停了 到2月11號就是本週開始 他也是穩定的持續的向上墊高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一路一路的向上漲 從我們選股這邊開始 他已經漲到這一段 是漲了這麼大段了 所以呢我們的比賽選股 真的就直接大家去參考就好了嘛 不用從上市貴公司這邊 1800 2000多家公司裡頭 你去挑很難挑啦 再來我們上一週的比賽選股 我們又是冠軍了 我們主要選的個股部分 你看一下乙強墊部分 選了以後也是一度漲停 一度漲停之後呢 他就維持在高漲震盪之後呢 今天收盤是再收過了相對的高點 收盤價創新高 那短線上來講呢 還蠻有機會會持續的向上墊高 大家下個禮拜也可以繼續注意一下 好所以呢本週你看一下 我們本週的報酬是5.63%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一個參賽者 只有我是5開頭 其他2、4、3 剛好是什麼 2、3、4、5 那5是誰 5就是我啊 那其實啊 我運氣比較不好一點點是 本來我們是賺7、8%的 那是因為昨天剛好公佈了美國的CPI之後啊 再創40年來新高 那很多投資的人啊 就開始擔心什麼 喔升息的速度會加快 其實沒那麼快啊 所以昨天就造成了那個美股啊 比較大的下跌 所以才造成我們的一個選股比賽的一個績效 是稍微小小滑落一點 但是小小滑落一點 不好意思我讓他們還是贏啊 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呢目前來講呢 上屆冠軍是我 對不對 本一季 本季 冠軍次數最多的也是我 你看本季1月9號 我是冠軍嘛 上屆冠軍加上了單週冠軍 是不是雙冠軍 對不對 然後呢 上上個禮拜 是不是2月6號 2月6號應該是過年前那個禮拜 過年前那個禮拜呢 我們又是冠軍 對不對 那到現在呢有沒有 到現在 本週我又是冠軍 那為什麼是模糊的 因為報紙還沒出來嘛 大家可以去看星期天的報紙 冠軍就是我嘛 你看這樣我們 短短一個不到一個半月的比賽 三次冠軍是我 還一次怎樣 連續就是這一週 連續二連霸冠軍 連霸冠軍寶座的大概只有我 好 那很多人呢就覺得 老師你只是運氣好啊 二連霸你下次就沒有了 上一季啊 有人在懷疑我 二連霸的時候 我不小心 對不對 我一直選 我很認真的選 其實沒有那麼不小心 我們都是很專業很認真的去選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呢 上一季啊 很多人在懷疑我 二連霸之後能不能三連霸 結果呢 我們上一季啊 就再度的三連霸 三連霸之後呢 你又覺得我是靠運氣的 其實我們不是靠運氣 我們真是靠實力 三連霸之後 我們還能四連霸 四連霸之後呢 最後我們怎樣 績效又是第一 你看一下 只有我們的績效 是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不斷的向上升高啊 好到最後最後呢 我們上一季的比賽績效 是高達了65% 整一季呢 我們就賺了65% 就獲得了冠軍寶座 那本季 上一季冠軍 那本季呢 你如果說 還在懷疑 其實我們上一季已經 就是完全就是證明我們的專業 跟我們的實力 所以呢 從年前我一直跟大家講 真的不要白白賣掉你的股票啊 會白白的輸錢啊 因為過年之前很多人啊 很恐慌 恐慌性的賣壓一來啊 股票就開始下跌 但是堅持得住的人 才會賺錢 所以我在過年前一直跟大家講啊 一定要堅持啊 堅持多頭啊 為什麼 因為當所有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的時候呢 股票就落底了 因為發現很多人一買就跌 一賣就漲 為什麼 因為當你買的時候 是所有人都認同這個行情 這市場上該買的都買了 不該買的也買了 還有誰可以幫你抬轎 沒有人 NO SUIT 那如果說那反過來呢 當所有人都該賣的都賣了 所有人都賣了 那當然呢市場上所有會賣的人都賣掉了 還有誰會賣出持股呢 沒有人 所以買盤就很容易的向上拉抬 台股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根本不用說你看一下 台股在2月11號的部分 2月11號今天 今天是不是你會發現 一路向上墊高 即使美國大跌 我們有沒有跌 我們幾乎可以說是沒跌 從新春開紅盤開始就一路向上漲 漲到這邊已經636點了 週漲幅636點了 在過年前你在這邊賣掉你的持股 你在這邊賣掉你的持股 你在這邊賣掉你的持股 到現在回頭一看 你有沒有發現 你白出了 又是白白的出掉你的持股了 所以你看一下 你要選什麼樣的老師 你要選有預告能力的老師 我們再驗證一下 我在過年前給大家講的話 你看一下過年前我就跟大家講 不要錯把黃金當垃圾 白白出掉你的持股 要選擇什麼 有基本面 有前景的股票 你堅持下去就會賺錢 另外有年前我還跟大家講什麼 那時候台積電在大漲 台積電大漲 我會跟大家講 台積電不要去追 因為台積電你追了以後很容易回檔 回檔回下來以後 你連賺都沒有得賺 那你不如等什麼 台積電的資金怎麼樣 它會釋放出來 也就是說台積電 該漲的都漲了以後 那時候有很多獲利了結的賣壓 等到那些獲利了結的賣壓賣完之後 資金又回到了市場上 資金回到市場上以後 它又會重回什麼 比較好的股票 去買比較好的股票 就會帶動其他股票上漲 所以你在過年前賣壓會結束 年前賣壓會結束的 年前賣壓結束之後 類股族群就會大反攻 最佳的買點就會來臨 你是不是在年前 完全預告在年前 如果你還不相信 你要再直白一點點 我在過年前封關 最後一天跟大家講什麼 1月26號有沒有看到 1月26號 我在1月26號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今天是封關前最後一個交易日 建議大家不只可以報股過年 甚至還要幹嘛 加碼買股報過年啊 最後一天開盤前喔 上午1月26號8點38分 盤前就跟大家講 現在你回頭驗證一下 你現在回頭驗證一下 台股在年前最後一個交易日 是不是在這邊 是不是在這邊 清掉一下 這樣太亂了 來 這邊是不是在這邊 最後一個交易日 如果說你那時候聽我的話 你願意加碼進場買股票 你到今天為止 是不是今天本週台股是不是大漲了 636點是持續向上墊高 你就不會白出 而且還有賺到新春的紅包錢啊 那至於牌面上 到底還有哪一些股票可以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一直跟大家介紹的 比如說有空運類股 空運類股就在年前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這裡還有什麼 這是用之前的圖卡 不要說老師懶惰 什麼新春好年 對不對 這就是過年前做的嘛 對不對 那就代表說我們就是有驗證能力 過年前做的我放到今天 不是我懶惰 我只是要跟你驗證 我都長在前面 我們操作都是長在前面 不會跟你 每天 今天創委長了 我手上有創委 今天Oh my god 對不對 華裔遊戲類股長了 我手上有 Oh my god 有華裔 不是 我們都是預告在前面 布局在前面 在等待他向上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長榮行 有沒有 持續一路的向上墊高 已經收盤價是再收過近期的新高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看到 那個華航的部分是不是也漲 你兩檔股票你隨便閉著眼睛買一檔 航空類股你還有哪一檔啊 空運 有沒有看到空運 空運報價維持高檔 你閉著眼睛在年前買一檔 你看 你到現在都賺錢啊 都賺錢是不是 那 所以你當然你要選 要選哪一檔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好 所以呢 另外呢我最近也一直跟大家分享 Netflix Netflix 其實在年前跟大家講 年前我跟大家講說 欸 如果你不敢買股票 你可以選擇ETF 嘛 要不然你就選擇 記憶體相關類股 記憶體相關類股 我說什麼 群聯殖利率是最高的 所以呢你會發現 那個在過年之前呢 群聯他就在450塊附近 就震盪震盪震盪 他的殖利率有5%多 本益比才8倍9倍 你說這種股票你還不敢買 我真的是 也不知道 你可以投資什麼股票了 好不好 如果說你要做長線的話 當然群聯就是首選 因為他基本面好嘛 對不對 那這兩天呢 又有利多出來 然後最近搭配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記憶體類股都開始漲了嘛 從 南亞科 華邦店 對不對 漲到今天模組場 石泉 威剛 雨瞻 都有不錯的表現 所以記憶體的類股啊 我之前跟大家講 有的時候你投資股票 就看一下你四周圍 你有沒有發現你手機的容量越來越大了 你手機的容量越來越大 記憶體需求當然是越來越多嘛 對不對 所以記憶體的這個類股啊 是真的值得大家長期去追蹤的 好所以呢 群聯的部分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從我們從年前1月26號 到年後2月8號2月6號 2月6號之後2月8號有沒有 也跟大家追蹤了嘛 那雖然說今天有點高檔震盪 但是整體來講你在這邊買 你在這邊買 不是都賺錢嗎 我們不會 因為今天下跌就 我不敢講 不會 對不對 好另外我們昨天教大家的一個 非常好用的技術指標 什麼指標 高檔爆大量下殺之後 拉回收高 就是最好的買點 什麼叫拉回收高 高檔爆大量殺下來那一根的K棒 只要後面K棒 後面的K棒能拉回來到這一根K棒之上 其實就是相對最好的買點 我們已經做過好多次了 屢失不爽 我們之前啊 代表做什麼 預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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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年賺了122% 也是用這樣的方法找出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 預創那個時候有沒有看到這邊 你不要看說 老師這不是相對高檔 這是低檔 那不是啊 因為漲上去這邊才變成低檔的 那之前啊 之前在這個點位他是高檔 你看一下過去 是不是在相對的高檔這邊 對不對 他在過去來講呢 這個點位是歷史的高點附近 有沒有這邊爆大量 那你會跟我講說 老師這邊量更多 你是看到過去我們股票是要預測未來的 對不對 我們在當下你看跟這邊比 是不是爆大量 爆大量之後到哪裡 K棒收回來 是不是到了這一根 這一根K棒收回來之後 他就一路一路的向上墊高 漲了多少% 去年我們賺了122% 就是預創 就是這樣選出來的 所以給大家參考 好另外呢 你除了用技術指標之外 你要搭配盤面上啊 就是資金在哪裡 資金之所在標股之所在 所以你要搭配去找 旁邊上有哪一些資金啊 應該說哪一些類股啊 資金正在前往 資金前往的類股啊 他就比較容易向上漲 那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伺服器相關的一個族群啊 最近來講 資金有比較喜歡的一個味道 所以你就可以去找 伺服器相關的族群 有沒有到散熱了嘛 伺服器相關的散熱的話 你就會發現 齊鴻有沒有 這邊也是一個高檔爆大量 高檔爆大量 這邊量能跟這邊比的 有沒有有帶大量 到這邊收復成功之後 你在這一根進場點買進 到今天即使是有點震盪 今天是不是還在創新高 昨天我也跟大家講震盪不要擔心對不對 還有全新的部分也是一樣 這邊是不是高檔爆大量之後呢 這邊是不是換手成功 換手成功他就一路向上墊高 來 那現在重點來了 大家看一下剛才那張圖 好不好 剛才那張圖這邊有沒有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又出現爆大量 而且這個量 是比起這邊更高 也就是說呢 後續這個高檔爆大量 高檔爆大量如果能再被收復 如果要收復的話 全新就還有一波多頭 他可以持續的向上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的觀察 那另外光潔的部分呢 昨天跟大家講光潔的部分 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光潔來 這邊是不是高檔爆大量 這邊是不是第一根 對不對 你要跟我講說 老師你不是昨天租了嗎 進場了嗎 我們昨天進場的價位 跟今天的價位其實沒有差多少 好不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昨天的影片 好所以光潔的部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樣是高檔爆大量 換手成功的一個味道 所以在這邊呢 有沒有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邊就是一個最好的進場點 那他基本面好不好 基本面也好嘛 月營收持續的向上創新高 隨意表 毛利率 銀利率 都持續的向上墊高 EPS 也是像走樓梯一樣有沒有 一步一步一步的向上墊高 所以這檔股票 真的還是蠻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如果說 好啦 既然我們都介紹了 這檔股票 光潔 如果說 你有真的買 你買進了 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不知道後續該怎麼操作 你可以到我的LINE來直接跟我詢問好不好 我們這個LINE 我們這個LINE你直接加進來 你直接問我光潔 我就跟你講後續怎麼操作 但是 不要浪費大家的資源 你真的有買 你提出你的庫存證明 你PO給我 我就有什麼 我就跟你講光潔怎麼操作 了解意思嗎 因為 很多人很喜歡問問 很多閃門奇怪耶 很喜歡問問問問問 他問了 長起來了跟你有什麼關係 跌下去 老師 你好像不太行喔 我們是玩真的 我們都是實戰操作的 我們不是跟你在那邊玩 紙上談兵的 我們是真的在操作的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光潔 真的有買光潔 那 歡迎 你直接交我LINE 直接在我的LINE上面去做詢問 你跟我講 你有光潔的問題 你跟我 回PO一下 你光潔的庫存 我就馬上PO給你 講了那麼多 其實我今天心情真的很好 為什麼今天心情很好 我們的股票就是漲不停 大家還記得我們的XXX嗎 其實很多老師 每天都有好多股票 你仔細去看一下 今天搶什麼 就有什麼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 要怎樣才能賺錢 好啦 就算這些股票 你看一下這些老師 每天都在叫一堆股票 你全部都買了 你會大賺嗎 十檔股票 兩檔 大檔 八檔 全培 你會大賺嗎 你不會 你不會大賺 要怎樣才會大賺啊 就是集中攻擊火力一檔 才會大賺 買得多 才會賺得多 很多老師都會跟你講說 要提前卡位 中壓 要爆了 那就是訊息只發一次 發一次跟你講要中壓 你敢中壓嗎 你不敢吧 不要說你啊 我都不敢啊 好不好 要怎麼樣才中壓 你看一下 我們之前 我們其實我們做的股票 真的不多啊 我們雖然說每天講很多股票 那當然 盤面上熱門的類股 當然就是 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能不能做後續的前景 要怎麼操作 但是我們真正布局的股票 我們真正布局的股票 我們可以看到 去年9月元宇宙那一波 我們就做什麼 預創 我們就是叫預創而已嘛 我們預創買了幾次 買了7次 績效 122% 出掉了 出掉了 後來呢 我們又買了元泰 元泰買了6次 獲利是20% 雖然說最近有點震盪 但是呢 還是獲利爆了 那再來呢 立凱的部分呢 我們叫了4次 為什麼只叫4次 因為有些股票 太標的股票其實不好做 你知道嗎 太標股票 你不要每天去祈求 什麼很標的股票 為什麼太標股票 一買就漲停板 一買就漲停板 漲停板 漲停板 沒有辦法追嘛 漲停板 漲停板的股票怎麼追 你今天買進之後 明天就漲停板 後天又漲停板 你要追嗎 已經漲三根了 你還要再加碼嗎 沒辦法 所以立凱的部分 我們只有加碼了4次 賺了幾% 賺了47% 獲利了結了 而且出在相對的最高點 星雲的部分呢 也是買了7次 因為星雲它漲勢比較沒有那麼凌厲 所以我們加碼次數可以比較多 加碼7次 那一次賺了多少% 賺了33% 獲利了結 我們劃掉都是獲利了結 我們這個表格之後 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要佈局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也是要持續加碼 重壓重壓的股票 好不好 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已經買了一次兩次 到去年的時候買了三次了 買了三次之後 今年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買了三次又買四次了 我說你來跟我一起操作吧 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跟我一起操作吧 你不來 然後我們又買了五次了 我就說我們一起操作吧 Triple X真的會漲真的會漲啊 你不相信 我們又買了六次了 好不好 那本週我們可以看到 他第一天 新春開紅門第一天 漲停 第二天 漲3.5% 第三天 漲3.8% 第四天 小漲1.5% 第五天 漲4.5% 整週 合計整週 賺了多少% 賺了差不多 25%了 25%了 對不對 那買得多 你看看 很多老師每天跟你講一檔標股 好啦一檔標股 你有100萬啦 你買了20萬好了啦 20萬你各10萬 你每一次都買一筆嘛 好不好 100萬 10萬塊買一筆 10萬塊買 因為很多老師都叫很多筆啊 好不好 其中有兩筆讓你賺了4根漲停板 兩筆讓你賺了4根漲停板 又如何 100萬你不過就是賺8萬 100萬賺8萬你的報酬率也不過就8% 那另外8檔呢 另外8檔你怎麼騷掉呢 你不會有8% 你還是負肌效 負肌效呢 老師就跟你講說 來來來來 你看一下我們有漲停板的股票 好開心喔 賠錢 好不好 我們就是持續的單幾檔 重壓就好了 好所以呢 你看一下我們的Triple X Triple X我們加碼加了6次 本週報酬率25% 那他到底是哪一檔 他就是長榮行 他就是長榮行 你不覺得就是長榮行嗎 很像嘛 現在長榮行開春第一天 是不是就漲停板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長榮行好了 開春第一天就漲停板了 有沒有 這是不是漲停板 這不就是你夢寐以求的漲停板嗎 他是不是一度漲停了 對不對 漲停板了嘛 那天是不是長榮陽明萬海 長榮行都漲停了 長榮行跟華航 剛剛跟大家講了 我講空運講很久了 你會選哪一檔 你如果選華航賺的是不是少 那你跟我一起做長榮行 今天不就再創新高了嗎 有沒有看到 長榮行第一天是不是漲停 是不是完全符合我跟大家講的Triple X的象徵 對不對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剛剛跟大家講Triple X有沒有 第一天漲停第二天漲3.5% 第三天漲3.8% 第四天漲1.5% 第五天就是今天嘛 漲4.5% 有沒有看到 那是不是就完全符合我跟大家講的 有沒有 一路向上有沒有 第一天漲停第二天漲4.3.多% 第三天漲3.多% 對不對 然後第四天呢 是不是小漲1.5% 第五天就是今天 今天是不是又漲4% 4.5% 是不是又接近半根漲停板了 你想要怎麼樣的股票 你想要 老師 你還想要漢遜嗎 老師 漢遜有漲停耶 好不好 你看一下漢遜好不好 漢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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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停一天 撞掉 漲停一天撞掉 老師帶你追到哪裡 追到漲停的最高點 好棒棒 好不好 我們做股票怎麼做 買得多才會賺得多啊 對不對 你資金就是要重壓 火力要集中 你才會大賺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XX就是長榮行 長榮行 你看一下你又錯過了什麼 我一直跟大家講 大家不相信 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就持續的佈局 佈局再佈局 重壓重壓再重壓 你如果說你有100萬的資金 對不對 你100萬的資金 你每一次買20萬 你現在都買幾次了 你看一下 我們叫了6次嘛 對不對 你有100萬資金 你每一筆你就是買20萬 你都已經買了60萬了 好不好 我們都是有圖有真相的 我們不會跟你玩假的 玩空氣單 沒有 最近有人在Line上面問我說 老師 你講的6次是哪一個會員等級6次啊 當然最多會員等級的是6次 以上 我只是講一個保守的6次而已啦 很多清代會員買的不只6次 一直買一直買 好不好 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來12月30號 我們就專職專案會員就好了 你看一下買幾次 12月30號專用會員試駕買進 長榮行 1月5號專用會員長榮行試駕買進 1月17號長榮行 專用會員試駕買進 單一個族群單一個 單一個 會員等級專案會員叫了3次了 還有沒有 好再看一下 2月8號專案會員試駕買進 2月9號專案會員試駕買進 你看我們叫幾次 123 123 要數1 好不好 2 3 好不好 再來呢 這邊幾 這邊是4 這邊4 這邊5 對不對 錢怎麼賺 為什麼績效這麼好 很多老師說 我績效很好 為什麼我績效這麼好 幾個人拿出證據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上一季我們比賽 上一季的比賽你看一下 我們的獲利是從23%到31%到36%到38% 到50%到58%到66% 最後我們賺了多少 最後賺了65% 一季賺65% 最近因為1月嘛 剛開始可能有點波動 對不對 所以最近來講 我上次跟大家講 我要認真開始比賽 從我講認真開始比賽開始 二連霸 二連霸 所以你還在等什麼 好那本週比賽 我到底選了什麼股票 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呢 我們都蓋排股都先排了 然後就代表說 我們的會員已經買了差不多了 這可能還有一次機會啦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想買的話 那就是追高了嘛 追高相對來講 就比較危險一點 我們通常來講 我只做到突破錢的那一段 其他時候我都不太加碼了啦 好不好 那當然呢 我指的不加碼 是代表說我們的成本 已經買的比較相對的偏低 高了我們就準備獲利了結 我會選他 就代表說我持續的看好長中好 那長中好又是什麼 利多 最近大家有沒有看到 國際旅遊 國際旅遊的部分啊 你有沒有發現歐洲那邊 比如說像 美國 丹麥 對不對 澳洲都開始開啟國門了 大家都開始開啟國門了 所以呢 你會發現盤面上 如果你看不出類股 看不出整個類股族群在長什麼 你會發現喔 其實航空類股為什麼會長 就是國際旅遊的一個想像空間嘛 那未來的話 只要能開放國際旅遊 只要能出國不用被關 我相信很多人啊 會怎樣 會願意出國啊 很多人願意出國的啊 對不對 好所以如果說那麼多人願意出國的話 票價我告訴大家 票價絕對不會低 不會像過去一樣 過去低 低票價的時代已經過了 高票價 那股票在還沒有 利多還沒正式成型之前 其實都有什麼 都有想像空間 有想像空間的股票最標 好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除了航空類股之外 連旅行社都在長了 我們可以看到 燦興網 來 燦興網也是我們這禮拜的比賽選股 來燦興網啊 4930 一樣他做旅行社的嘛 空中 你要出國 要不要旅行社幫你代辦一下 要不要旅行社幫你處理一下 需要嘛 所以旅行社 最近也瞧瞧向上漲喔 所以旅行社 燦興網呢 也出現我跟大家講的有沒有 換手 這邊高檔爆大量 殺了一顆那麼長的上影線之後 今天 是不是收紅紅 收過了之前的上影線 對不對 收盤價收過近期的新高 又是一個 換手訊號 換手成功的訊號 就是一個不錯的買進訊號 所以選了燦興網 另外還選了哪一檔股票 選了台勝科跟什麼 合金 台勝科跟合金喔 你會發現合金也是一樣 爆大量突破了什麼 突破了前波的一個壓力線 突破壓力線之後後續呢 有機會持續向上墊高 矽晶圓呢 你會發現矽晶圓啊 他的那個報價持續向上漲 如果你要看基本面的話 他的營收也是再創這三年 這兩年的新高 那當然合金呢 矽晶圓就三雄嘛 對不對 台勝科 合金跟環球金嘛 那我們當然就只選 就是比較會標的 就是台勝科跟合金的部分 合金的部分 如果你去看他的基本面 我就說我最重視基本面 真的沒幾個老師在幫你看基本面 我們可以看到合金的部分 6182的合金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營收 他的營收呢 是再創歷史新高 可以說是一路的向上墊高 有沒有看到一路向上的墊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那麼標 因為合金是以現貨價格為主 對不對 現貨價格為主的話 他的報價向上漲 現貨價格是率先反應 他不跟你走長約的啦 他不跟你走長約 獲利就值得期待 所以也選了合金的部分 另外呢 還有一檔叫做聲達 聲達的部分 因為疫情帶動的情況之下 很多公司啊 因為要減少人力 避免群聚傳染 所以呢 自動化設備相關的廠商 都表現不錯 所以聲達他是做自動化的 很多廠商都開始什麼 因為疫情的關係 開始往自動化那個方向 減少人力啊 所以你會發現選股票 你要發現盤面的邏輯 資金的邏輯 背後的故事 所以你選股一定 除了技術分析 基本面之外 你還要找出這樣的邏輯 你才能選到真正的標股 好 所以上一屆的冠軍 我們就是這樣子啊 才能選出 變成我們上一屆 我們經濟日報選股比賽 65% 冠軍得主就是我 那本一屆呢 本屆冠軍次數最多的又是我啊 一個月 一個月多而已 現在幾號 11號 2月11號 這一季從1月1號開始 才一個多月 一點點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多一週 三次冠軍是我 只有兩次不是我 對不對 好所以呢 我們1月9號是冠軍 2月6號是冠軍 2月13號 本週冠軍又是我 我們上一次三連霸的時候你在哪裡 上一次 上一次二連霸的時候很多人在懷疑 結果我就創造了什麼 三連霸 創造三連霸還不夠 我們創造的是四連霸 去年11月28號 12月5號 12月2號 12月19號 所以你還在等什麼 想要跟我一起布局冠軍的選股 對不對 我們已經二連霸了 下禮拜我們會三連霸 下禮拜我們可能會四連霸 冠軍二連霸 那優惠的專案倒數只有三天 就只有三天的時間 想要跟我一起布局我們的冠軍選股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的節目到此 祝大家週末愉快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